时间也差不多了,宋辰要往回走,苍修玄也就跟在他的身旁 明日你会带你们村的村民移到上山 谁不想日子好过些 他倒是不想带,可村民们看到今天他们依旧平安无事地回去之后,绝对会心动 他让白虎吼叫,不过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先前的说法,山中真的有猛兽存在 解了我的毒,我保你荣华富贵 我可以解你的毒,但我不需要你保我荣华富贵,只希望往后各不相干 苍修玄没有接话,各不相干并不是什么好想法 身少纸笔吗 要纸笔作甚,难不成还要写个契约 宋辰无语,这人看起来怎么有点傻的样子 不过,好像比起他嘴欠的时候要顺眼些 你的毒必须要配合针灸治疗 我现在没有证据,帮你做不了 我把图样画下来,你让人尽快打造出来 回春堂你知道的 明日你去那里找崔掌柜,让他带你来找我 回春堂是你的? 是我手下的产业 早知道是你的,我就都要顶银子了 怎么都得把之前的枕筋收回来 宋辰嘟囔了声 殊不知,他这后悔不跌的小模样 看在苍修玄的眼里,竟是十分的可爱 你放心,枕筋一分都不会少 算你失去 眼见者快到了与宋和会合的位置 宋辰开始感人 你换掉,陆总 苍修玄再一次被嫌弃 心中很是委屈 他忽然感觉 自己在过去那些年受到的追捧 都是自己的梦境 不然怎么会有人这般的嫌弃于他 我主见到那些年受到的 我先看你挺好 有什么事 我先看你 我先看你